歡迎大家來到 Simple A Class 的 YouTube Channel 這裡是 Ultra Simple Course on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的第十四頁 的 B Part 題目就是 如果有十二隻廣東話歌 八隻普通話歌 和五隻英文歌要抽六隻出來播 然後現在每種語言都要抽兩隻歌出來播 有幾種可能性 首先寫回 在廣東話歌中抽兩隻 因為他現在 因為他現在在十二隻廣東話歌中 只要抽兩隻歌出來就可以 所以就是十二師二 雖然他十二隻廣東話歌 都是可以分得到的 但現在只不過是要在 十二隻廣東話歌中抽兩隻出來 那既然十二隻都是廣東話歌 即大家都都是廣東話歌 即大家都都是廣東話歌 已經分不了了 就是十二師二 那... 好像廣東話歌那樣 那... 照樣想下去 那就是... 普通話歌就是八師二 而英文歌就是五師二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這三個數字成為 就抽到一個... 一個... 一個playlist的 歌的數目出來 然後... 這個情況就是抽了 還沒播出來的 那... 他現在就說要把這些歌播出來 然後他又沒有說次序 即是隨機播放 那隨機播放的話 就要成回... 六P六 因為... 成為六P六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現在... 他有六隻歌裡面 就隨機播放六隻歌 而那六隻歌呢... 都是有分別的 那... 所以就是六P六啦 那... 所以那個number of 3 呢... 就是在playlist的歌的數目 再成回... shuffleplay要成的數六P六 就是答案啦 剛剛的內容應該幫到大家不少的啦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你們留言來問我們 如果想知道我們最新的資訊的話 就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啦 拜拜